韓國原主男團酷龍成員劇俊夜 8號上午在IG跟大家分享 自己和舊愛大S已經登記結婚 讓不少人都驚嘆 這到底是什麼浪漫故事 據傳52歲的劇俊夜 在20多年前跟大S分手後 不僅沒有結過婚 甚至連緋聞對象都沒有 回顧過去1998年兩人的戀情 當年酷龍擔任蘇惠倫的演唱會嘉賓 大S就坐在觀眾席上 後來在慶宮宴見面 劇俊夜曾說過 第一眼看到西元就覺得太漂亮了 後來女方熱烈追求進而交往 但當時酷龍人氣很高 韓國公司又有敬愛令 因此雙方最終被迫分手 據還沒報導 劇俊夜在去年得知大S離婚後 打了20年前的手機號碼想要關心她 結果在聽到大S聲音的瞬間 又重新燃起心裡對她的愛意 而大S的反應也相當開心 之後兩人用視訊通話幾個月 最後劇俊夜覺得大S實在很重要 因此才提出結婚 她更深情地表示 沒有遇到比她更好的女人 也許在我心裡真的有留下她的位置 給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如今因為一通電話又重然愛火 網路上更掀起一波 手機號碼不要換的討論 彥俊就發文表示 20年內我大概換了5個號碼 難怪還沒結婚 小禎也幽默地說 糟糕 我20年前的帳號已經換了 布萊德比特會不會再找我 已婚魏如軒也發文寫 我想學韓文 我有搞笑留言 你也有20幾年前的韓團前男友嗎 她直接回我電話沒有換 這個就愛最美的話題也意外引起熱議